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看个信不信有你的故事 女主沙沙挺着大肚子来到小宝家 五年没有见面了 女主说肚子里的孩子是大宝的 就是小宝的哥哥 五年前女主和大宝恋爱 结果大宝车祸身亡 女主拿出了录音带 林梅说肚子里的孩子是大宝的 这事情太扯淡了 宝妈绝不信这个事情 女主沙沙爱大宝很深 所以女主五年来都念念不忘大宝 宝妈不信让小宝赶走了女主 大宝的死白发人送黑发人 五年来家庭成员很受伤 宝妈更痛苦 宝爸撇腿和其他女人去结婚了 失恋后的女主变得神叨叨 被父母赶了出来 现在住在一对老夫妻家 老先生和老太太一直没有孩子 女主要求老先生和老太太 做法定监护人 两老开心极了 第二天小宝赛大宝死后 24小时内精子被存储 就可以人工受孕 宝妈去查了资料 还真有这种事情 生活充满了希望之光 宝妈电话宝爸 宝爸是个专家医生 两人一聊 这事是有可能的 但是宝爸没有冷冻大宝的精子 小宝开车通过朋友了解 女主一直在伤痛中 沉迷灵魂转世 被父母赶出了家 小宝想起了录音带 录音带上有灵媒的名字 小宝却拜访灵媒 灵媒一眼看穿了小宝 你的腿伤其实是你自己弄伤的 小宝和家人都沉痛在大宝的死亡中 小宝是自掺来忘记伤痛 灵媒还说小宝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哦 宝妈找到女主住处 老太太说女主的房租是宝爸支付的 宝妈气死了 是不是宝爸和莎莎搞上了 当初大宝死了 宝爸帮莎莎付房租没有其他了 而且宝爸从帮助莎莎中走出了伤痛 老太太发现老先生香烟里的药 但是老先生一直很健康啊 老太太查过了 那是尼尖药 质问老先生 老先生承认了 曾经是警察的他 拿了药出来是为了生个孩子 两人争执起来 老太太摔下去死了 小宝去了女主住的地方 表示接受了这个孩子相信的女主 小宝做叔叔了 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面对生活了 女主要生了 小宝想送女主去医院 女主想起生孩子需要监护人签字 所以女主要求小宝去找老先生和老太太 小宝去找人 在地下室窗口看到了老先生杀死了老太太那一幕 一看这情况 小宝赶忙逃离 半路接电话掉地上了 老先生拿枪追来了 小宝连滚带爬 拐杖都掉了 毕竟老先生曾经是警察 轻松逮到了小宝 女主分晚在即 小宝不来 只能自己开车去医院生产 老先生正在仓库里挖坑准备埋人 宝妈和宝爸去找小宝 来到老先生家 老先生说他们不在 也许生孩子了吧 宝爸看到了小宝的拐杖 还看到了掉楼的手机 两人返回老先生家闯了进去 宝爸来到地下室 发现了死去的老太太 宝爸打了报警电话 这边女主正在生产 老先生打算埋了小宝 小宝突然醒来 扳倒了老先生 两人扭打在一起 老先生要掐死小宝 小宝让枪走 宝爸和宝妈听到枪声赶来 宝妈挡在了枪面前 老先生看到了宝爸和宝妈 对孩子的爱 老先生深深触动 内疚之下开枪自杀 女主的孩子 其实是老先生的 这下没有人知道了 女主终于顺利生产 当初大宝疯狂的爱着沙沙 所以站到天窗大叫 我爱沙沙 司机提醒有危险 随后发生了车祸 处理车祸的警察 就是老先生 正如女主所说 每个人走自己的路 找寻属于自己的真相 有时候真相不重要 而是获得解脱 从过去的痛苦中走出来 宝爸作为医生 完全可以做DNA鉴定 但是他不会去打破这种希望 小宝重新开始面对生活 宝妈也恢复了生活的希望 女主更是在孩子上 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真相不重要 关键是希望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